大家好,西红柿炒鸡蛋怎样做才好吃呢? 80岁的老厨师教了我一个正确做法 这个味道真的是惊艳到我了 简简单单的做上一盘,家人都喜欢 首先准备一个铁勺子 把西红柿的外皮全身都刮几下 刮好后很容易的就把皮去掉了 西红柿去皮的方法对你有帮助吗? 先把去好皮的西红柿一分为二 再把它的根茎去掉 接下来把西红柿切成大一点的滚刀块 如果把块切得很小的话 炒出来的西红柿就全都变汤了 全部切好后装入碗中 接下来再准备一根小葱 把小葱切成葱花 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我们准备三到四个正经的鸡蛋 用筷子搅散 稍微的多搅拌一会儿 最好是搅的均匀一些 待一会儿炒鸡蛋的时候才会更加的蓬充 接下来咱们把锅烧的热热的 倒入少许食用油 把锅的四周先润一下 这样待会儿炒鸡蛋的时候就不会粘锅了 热好后把锅中的油倒出来 再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再把锅中油烧热 然后像我这样把鸡蛋液一勺一勺的倒入锅中 80岁的老厨师说了 用这个方法来煎鸡蛋 受热会均匀一些 咱们把鸡蛋煎至底部定型后 给它放个面 朋友们看一下 把鸡蛋煎成这样稍微老一些 鸡蛋会变得更香 而且会去掉鸡蛋的腥味 在鸡蛋的另一面可以煎得嫩一些 然后用铲子给它铲成大块 鸡蛋的块头稍微的大一些 这样待会儿吸足西红柿的汤汁 一口咬下去 真的是非常过瘾 煎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锅中再倒入少许油 油热把葱花倒进来爆香 接着再下入西红柿 简单的翻炒几下 翻炒片刻后 咱们加入适量盐 再次翻炒均匀 加入盐以后 汤汁会出来的更快 现在西红柿已经出来了很多的汤汁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把鸡蛋倒进来 翻炒均匀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会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伸出发起来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咱们转小火 盖上锅盖 两分钟后打开锅盖看一下 现在的鸡蛋已经吸饱了西红柿的汤汁 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开胃了 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出锅 装盆了 这道菜不用加鸡精 也不用加味精 只需加适量盐 就可以变得非常的美味 喜欢这道菜的朋友 不妨把这条视频收藏起来吧 没准哪天就用上了呢 点击我的头像 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关注老洋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